姐姐姐听您好 我这边是武林派出所 我们要救护车 这边有人要自杀 你没事吧 要阿里马上就到了 你稍微撑一下好不好 女子躺在地上 喃喃自语 没有回应 身上和被子上都有血迹 在床头柜上 民警发现四个空酒瓶 房间里呢 反正都是酒位 看一下床头呢 总共大概有四个空瓶子 它这个酒度是高 蛮高的 那我们民警也看一下 有52度的 一个小空瓶 差不多四瓶有一斤的 这时报警人小杨打来了电话 在宾馆 我们已经在现场了 我已经打了120了 他是在杭州是吗 对杭州杭州 那我安 好了我这边不跟你多说了 我们先救人要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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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警在女子身边 找到了一把水果刀 女子的左手手腕上 也有一个伤口 很快120也赶到了现场 经过简单包扎以后 女子被送到了附近医院 伤势不重 缝了两针 想要轻声的这位女子 是报警人小杨的姐姐 小杨说 大年初一 姐姐一个人 坐高铁来到了杭州 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电话里 姐姐跟姐夫吵了架 扬言要轻声 因为害怕姐姐真的做傻事 小杨赶紧报了警 民警经过调查后发现 小杨的姐姐住在 辖区内的一家宾馆 于是火速赶到现场 推开房门看到 小杨的姐姐已经躺倒在地 小杨的姐姐今年30多岁 江西上饶人 大年初一那天 是来杭州看病的 后面的事 就如小杨报警是说的 当天 民警一直陪着他 到凌晨家属来接 家属是凌晨 大概四五点钟的样子 到了杭州 然后我们办了交接 他们家属把他领回去了 药包横剑 记者报道